这种训练它是怎么从基层开始的 比方说硕硕以前也曾经被选到过 所以我今天特别不想承认这一个事 你看就是同样都是练过的 你看人类身材 其实我确实是在八九岁的时候 好像入过专业的队 但是大家不知道 它那个到了一定技术的时候 它就每年还会淘汰一批人 就是跟你一起入队的 然后后来那些人就越来越少 你知道吗 我觉得在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还是先天调剑 我就第一批就下去了 因为第一年在学完了游泳之后 第二年就看见人福利怎么样 就是同样是在水上 有的那福利好 他们能露出双臂 然后我一般就倒脖子那样 对 我们这个项目选材 就是特别的 注重水感 每个人的水感都不一样 要很多方面去考察 有韧度 然后有什么表现力 像舞蹈方面各方面都会 都会有一些考察 然后再挑一些最好的队员 再继续培养 刚才这个刘硕说 他的那个福利不好 就这个是好多人不太明白 那咱不都是人吗 咱又不是一个木头 一块钱 怎么会福利有那么大差别呢 对 可能这个也是先天的 一人二一先天的 有些人就会飘起来 有些人就会沉下去 我们俩属于就是可能 就是天性比较轻 然后在水里 在福利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可能在就做动作 会比一般人会轻松一点 在水里 真的 我真是第一次知道就是人 我们作为同一个物种 还有那个福利 然后回家把自己扔到浴缸里看看 包括每个州的运动员都不一样 这样 这个先给我们解除了一个迷惑 我们这里的除了刘硕在幼年时代 曾经跟那个花样游泳擦肩而过 我跟秋冰还真是不太懂 能不能先给我们扫扫忙啊 就比如说在一个体育赛事里 到底大家比什么 比如说那分怎么就 哪些是特别能够创高分的 哪些是特别容易被扣分的 那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分两种分 一个是艺术分 一个是技术分 这两个分加起来总和 还是最终这个整套动作的 你最后的得分 所以我们有就是在表现力方面 舞蹈方面 其实我们从小就在培养 因为这个是艺术分的一方面 那技术分方面就是从 什么倒立的水位的 比如你露出腿的高度 或者你露出上身的高度 就像刚才那个说的 要跳到多高 这都是技术分评分的一个点 老百姓看的最直观的 就是骑不骑好不好看 这个就是其实整齐度 也是我们同步就是 花游泳以后同步游泳嘛 就是整齐度也算是 平分的一个很高的比例 而且我看到那个比赛 一般进入到最高潮的时候 就是一串那个腿的动作是吧 腿的长度 憋气的长度也是 就是很多方面都是 对 会有专门的裁判 按就是计时 然后你下去憋这一口 这一串腿有多长时间 有多大的难度 这样给我们评测 像你们这一次比赛 最长的一段时间要完全在水下多长 就是最后一串 刚才大家看到最后一串腿 是二十几秒钟 然后这二十几秒钟 腿要变换个多少个 对对对 这个就是无数个动作 数不清楚的动作 然后还要变换队形 因为是在整套动作的人配合 大家不要觉得这二十几秒有多简单 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如果使劲 就是加把劲也可以憋到二十几秒 但是它那个二十几秒 它是腿上又不停地有力量做的 所以如果让他们不做任何动作的话 它憋的时间 大家猜猜他们最常可以 就是在不做动作的情况下 可以憋气多久 你能想象吗 一分半 两分钟 四分钟 其实呢 那我也不敢说五分钟吧 就是三到五分钟吧 天哪 怎么可能啊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练习的时候特残 然后因为我就是 我特别就没有耐力嘛 然后我就想往上 因为人的本能的反应就是往上呼吸 然后教练就在徐边拿那个竹竿 把你捅啊 对 对 我们其实憋气是非常难过的一个关 其实从小就要得过这个关的运动员 才可能走到最后 所以我们憋气是这样的 刚开始是三十秒 然后再慢慢往前上 四十秒五十秒这样 如果你实在是憋不到了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敢起来的 一起来的话 就是你一个憋不到的话 你前面的所有憋的都不算了 就是你要从头开始 比如教练跟你说今天十个一分钟 然后你就第一个你憋到第八个 你憋不住了 你再一下冒起来的话 前面八个都不算了 所以经常有运绝的时候 真的啊 我们经常会 就晕过去了 不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倒着憋 就是腿在上面憋 所以我们就会直接就沉下去 然后教练就其他队友把你捞起来 然后坐一下 让你缓一下继续开始 大概要训练多长时间 才能一下憋三五分钟这样 大概我们俩属于 就是肺活量还比较好的吧 练了有七八年 就三五分钟就没问题了 天哪 现在也要练七八年 我在想人在憋气的时候 身体是缺氧的嘛 缺氧实际上是会影响到 我们肌肉的它的那个力量的 就是有的时候 碰鞋水还有阻力呢 你让那个腿 你叉一下就这么快地出来 你得突破好多阻力呢 对 其实你看着我们就是表面上 都笑嘻嘻就是那个表情都很 就是轻松轻松的 其实我们腿手都是麻的 就是憋完气以后起来以后 就是腿手都会有麻痹的感觉 然后包括就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强度太大了以后 舌尖嘴唇都是麻掉的 就是因为负荷太大 但是我看到 是文文而婷婷写过一个微博 是婷婷写的一个微博吧 她是说我们这个 要看到我们的那个什么 肩挺的鼻子 说但是你不知道是从小 拿那钢丝和气门 就是夹着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鼻夹子 我觉得挺有 好多人可能挺有神秘感的 来来来来 看看 其实我们每天就是用这样的 我因为感冒了就别夹了 现场哪个观众愿意试一下 对 试戴一下 这原来是这么硬的 对对 很硬的 是钢丝 这里面是钢丝 外面就是那个 就是自音车后面那个气门心 给裹了一下 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戴 然后这样滑下来戴上去 我们这么一戴就是 一天就戴十个小时 对十个小时就一直这样夹着 然后说话也就这样夹着 就问声问气的是吧 对 有点不习惯 但是加久了就好了 不是觉得大家问我们疼不疼 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能试试吗 我特想试试 你试试吧 试试吧 反了 你看 对对对 就这样 对 就这样 我本来就有一点那种杀鼻子 所以就这样特别地难受了已经 但你们平常也是要说话吗 对 对 要说话 因为要跟教练交流嘛 但是说话也会像我这样吗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我觉得 哪是这样的 特别不舒服 你就想一直带到 我们这一集的结束吗 我为了表达对你们的诚意 我感觉多带了 太可爱了 我们也给清风一点掌声 对 真的很不舒服 因为我觉得你只是试一试的话 对 你去感受一下 对 是非常不舒服 我觉得不要说十个小时 真的超过十分钟 我觉得我一定就会掉眼泪了 没关系 你看着真可爱 对